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进入阴道就射精 而且可能会影响到生育 其实自慰跟早泄它并没有因果关系 自慰其实是一件非常健康 非常令人愉悦 疏解性欲的一个方式 只是我比较担心说 自慰的方式跟习惯 如果不好不恰当 就有可能会影响到 生理跟心理的功能 在医学上来说 导致早泄会有两种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指原发性 跟续发性 那原发性是指天生的 是属于浙经的神经中枢 传递一些神经物质有关系 那续发性的人 可能是后天可能影响到 所谓的心情啊 压力 配偶关系 还有对心的焦虑 甚至有可能是泌尿到疾病的因素 我们的治疗方式 全台唯一的生理 心理 性感觉 三合一的整合 我们称为幸福自助训练法 简单来说 如果针对早些的患者 生理的部分 我们是采用物理训练 简单来讲就是脱敏疗法 跟控制射精的方式 那心理部分呢 是针对要消除个案 在操作上的焦虑 还有一些性迷失的澄清 甚至性教育的学习 那性感觉呢 即使是主要让个案 提升它情欲的部分 让它可以感觉 身体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让它可以享受愉悦 整个疗程 我们分个案的症状严重度 大概四到八堂课 每周上课一次 一次是两个小时 我们的幸福自助训练法 主要是不吃药 不手术 零负担又安全 我们也会针对个案 不同的症状严重度去区分 给予它不同的幸福处方 简单来说 我们会死派它回家作业 让它在家里训练 那这训练的过程呢 老师也会设定目标 让它可以达成目标 增加信心 在我性治疗领域有五年以上了 我发现呢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并不是来找我咨询的那些人 我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地 面对自己的问题 把性健康融入生活 也可以享受健康幸福的人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